今天11月3日,還有19天,就要投票了 大舅,通常來到這些時候 選舉工程應該就開始進入衝刺階段了 以你這麼多年經驗,你覺得有什麼要注意呢? 其實選舉到最後兩個星期 絕大部分的選舉,我覺得基本上勝負已定 這麼快?已經這麼快? 很可能有一些很緊湊的選區 很可能會臨尾選舉工程 可能會改變部分的一些選民的態度 為什麼我說,基本上選舉的結果已定 因為你看回現時的區議會選舉 有絕大部分,我相信八九成以上的選區 是建制派已經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和有一定的網絡地區關係 而挑戰那些,有部分是一些泛民的人 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很可能那裡我相信不夠一百個 四百個選區裡面 就是不夠一百個 泛民是有基本 或者是有某些基礎的地區工作 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完全沒有地區基礎的候選人 除非他的選舉很出色 或者保皇黨現任的議員 或者參選人 群眾基礎很薄弱 或者有一些區 好像有些朋友想著可以搏大帽 是兩個保皇黨互爭 他們有機會搏大帽 除了這一類之外 基本上絕大部分的區基本上定調 即是如果一對一 一個是現任保皇區議員 你是空降下來的話 基本上就已經差不多 你都預了九成的結果 除非個別挑戰的人 有些突發事件 挑戰的人本身很有質素 亦都很有魅力 亦都選舉工程還不成功 這樣就會有機會 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選民 我怎樣可以分得 即是知道自己的選區 好像是你所說的那些狀態 沒有啦 如果你在那區那裏住 你和其他自己隔離朋友聊天 你基本上掌握到那個取向 那譬如你派單章 已經派了整兩個禮拜 嗯 那你基本上 從那個接單章 人那個的反應 和個別選民跟你聊天 基本上你掌握到那個取向 你和群眾眼神的接觸 那些人拿完單章之後的反應 等等 你基本上已經掌握到了 那當然有部分的區 可能那個拉鋸是很感受的 比較緊張 究竟現在現時的選戰發展到 這個階段還有兩個兩星期 那你要作個檢討 嗯 究竟在過去那段期間 即是那個選舉工程 在哪方面做得好 哪方面做得不好 你在那個選民之中 你大約會拿到幾成的票 你有一個評估 還有哪一些選民你拿到他的票 哪一些應該拿到的 你可能失去了的 還有你要評估有哪一些選民 仍然未決定的 你有機會再透過你餘下的選舉工程 就可以爭取到他的支持 那這個評估是現階段要作出的 嗯 因為你跟著之後的工作 如果你又循例又是類似這樣 那可能你現時是這麼多 可能結果就是這麼多 你作做個檢討 然後你的選舉工程 和你那個宣傳的策略 包括宣傳的重點 宣傳的議題 看看會不會扭轉 或者是增添你那個的支持度 那這個是餘下的工程你可以做的 但是有些朋友很可能 完全又不掌握到選民的支持度 也都完全不掌握到 這個選民有些什麼議題 你是可以再增添的 那這個就 如果你完全不掌握的話 那你真是望天打掛 那你可以做的事其實不多 但是其實你要從民生 從政治議題看 你可以考慮的 譬如你可以多些 跟這個派單章的時候 間中跟一些選民聊聊天 那有些朋友過去都習慣了 這段時間做民調的 咦 看看這個區 就是有多少人支持 那民調有兩個方法 有些就找一些團體的名義在街上做 那有一些就可能打電話 就是透過這個 就是 因為你可以透過電話公司那裡 就是可以拿到 給錢 就是拿到一些電話的 指定那個區 指定那個區 如果你更加有錢 你可以請一些學術機構幫你做 那如果你做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就可以掌握到部分的支持 但是選舉那個經費 只有六萬多元 夠不夠做 那你就是街頭做 街頭做不難的 就是你街頭做不同時間 就是按這個的人口的組合 你可能選一些中年 選一些老年 選一些年輕 就是可能做一百幾十個 就是我們那時候少到 做六七十個 我們都試過的 做幾十個 你掌握些少的感覺 那如果你那個抽樣 和時間抽得好 其實跟你最後那個選舉結果 那個相差 當然沒有學術機構那麼嚴謹 但是都給到少少 起碼都是一個提示 一個提示 給到少少的資料 那你究竟那個程度去到哪 是這個三對一 還是五對一 還是二對一 是吧 還是多少呢 那這個你透過這個民調 你掌握到少少的資料 那接下來就是你的調整 譬如你就回地區問題 先前我們都講過 你選舉你要聚焦的 你宣傳單張 發放什麼訊息是重要的 當然 那譬如你開頭 講了你參選的抱負 參選的資料 已到最後 和這個地區選民 最這個的關係深 或者地區選民 認為在他們地區上 日常生活上 有哪幾個問題 最重要的呢 那你要評估 譬如公屋有公屋的問題 私人樓宇是私人樓宇的問題 那譬如有些私人樓宇 可能法團有問題的 可能單一法團維修問題 就是那個選舉的重點 那譬如有些是交通的 譬如有些是附近有發展的 譬如有些是領會的 那當然領會大家都知道 你可能做的事不多 但是如果你找回歷史 如果說服到這個選民 現任的議員 其實是出賣你的 那你可能都會影響到部分選民 對現任議員的支持度 是 影響到 起碼他們不出來投票 是的 所以你一定要評估 我用A議題 可能就影響到多少 用B議題影響到多少 那你最後剩下兩個星期 就是你頂多是出多兩至三次的宣傳單章 我想可能只有兩次 是的 頂攏 那你的問題就是 就是你有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是轉變到選民那個的投票意欲 這個都真是好看你本身 真是對社區了不了解 最後落到這個決定 落不落到這個決定 所以我早前都說過就是 你一落區的時候 你要掌握市民那個脈搏是很重要的 是吧 那你太多空降的話 如果空降得來 你又不花時間去 去了解市民的意願 只是在那裏講自己 就是好像 就是對著麥克風那樣 你只喜歡講自己的東西 就是自說自話 完全跟群眾沒有互動呢 變成你那個選舉工程 就是缺乏調整呢 那個選舉單一 最後的結果 也都會呈願出來 你的議題未必符合到選民的要求 可能你是拿回傳統民主派的兩至三成票 是啊 大舊 一個區議會選舉 至少在六個星期 差不多一個半月時間 可能那個小社區裡面 可能有時候發生一些意外 或者發生一些新聞 可能例如有人有傳染病 或者可能某一座樓有火警之類 那其實如果你覺得作為候選人 應不應該有所動作呢 對這些事情 突發議題要即時處理 這個應該的 嗯 但是這個也都講過能力 講過知識 和講你的那個策略 因為你有時太過搶呢 和搶得來 那些人覺得你愚蠢呢 提一些建議 又可能不著邊際 就是比如 那些人覺得你提完的東西 根本就是亂說的話 可能影響你的既有的支持 所以你要搶議題的話 那你一定要 就是那個問題你要掌握 是 政府的政策你都要熟悉 是 還有你有什麼具體建議的話 都要被人覺得你是真誠 和是有見識的 是 而不是胡亂提出 如果做得不好 反而就會被人覺得你好像抽水 駁尾光燈那樣 或者真是變了好像為做而做 是的 所以 突發議題 很多時候會扭轉一個選舉的頹勢 但是你做得不好的話 可能只是雪上加霜 就是令你已經 本來已經衰了 最衰的嚴重 所以 我見到過去很多時候做地區工作 很多人都喜歡搶 但是搶得來 真的是要有些的部署 還有做得來是要有些的 給人感覺到是有成效 還有是有見地 這個都真是很花功夫 還有很講你的經驗 還有一點時間 相信大家都很勤奮地 日雨繼夜日雨繼日 就是落區 還有我們都見到很多朋友做家房 做家房 正如我上次所說的 互動是重要的 特別臨尾那兩三個禮拜的家房 就要加密的 有些朋友就辛苦了 可能 還有做家房 很多人都喜歡大盆人 十幾二十人去做的 我就不贊成的 我覺得做家房最重要 就是訊息清楚 還有最重要是候選人 有機會見到選民 跟那個選民說了幾句 如果不是只是助選團拍門 茶娃娃這樣拍完 那些街房可能會覺得 有些是徒師在胡鬧 那你變了 你那個候選人 即是不能夠跟選民 有直接的溝通和接觸 那個家房的成效 是大打撤扣的 始終那個選民 都是在投那個候選人 就不是在投那個助選團 所以如果你說去家房的話 理應是最好是候選人 親自去接觸選民 讓選民去認識這個人 從而真的會相信 這個候選人是幫他做事 願意去投他一票 還有就是 家房其實最好就是 找到當區 或者在那裡住的選民 譬如在那棟樓住的選民 和候選人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家房可能 對附近的家房也熟識的 譬如一開門 譬如我有個熟家房 帶領候選人去做某一座 而這個家房 那座是熟悉很多其他街坊的話 那他可以透過他 和他的關係推介 又會強一點的 就差很遠的 所以這個地區工作 紮不紮實呢 是跟那個支持度有關係 那就是 那譬如你有個街坊 有幾個街坊很熟悉的 那譬如很簡單 譬如八、九十年代 我做荃灣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找回 當作很多個街坊 陪同我們去做家房的 譬如找回當作的 護助委員會 或者是業委會的主席 陪同去做的時候 那個效果和氣氛更加友善 那個選民的支持度 有可能會高一點 嗯 好了 我們區議會選舉 最後還有兩個禮拜 多一點點 是的 還有最後 臨尾大家緊張之餘 都不要亂了自己陣腳 是 那就按自己既定的策略 再調整去做 就不要最後想著要搶票 做出一些可能涉及到誹謗 或者是違法的事情 那這個按部就班 有計劃有系統 就是去選擇性去推動那個選舉工程 這個是重要的 好 好